民眾也許不懂得什麼藥物跟什麼藥物 我們的抗病毒藥物最重要的 降輝瑞藥物 那好多種的藥物都是副作用 刺下去可能副作用還更大 反正沒有救他的命 所以就很擔心一般民眾要注意 一定要把誠實告知 本土確診的數量連日暴增 不少確診民眾都希望能盡早拿到抗病毒口服藥 醫師黃瑄特別提醒 除去注意領藥資格限制 還得考量藥物的交互作用及副作用風險 看診師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在治療COVID-19 很多藥物都以前說什麼老藥新用 都會持續的拿過來使用 因為太新了嘛 不曉得對哪一種藥物有效 像最近覺得說化痰藥物有效 在這之前還說什麼抗什麼 就是抗什麼藥物 孽極的藥物 代表說大家不知道哪個有效 那大家就嘗試拿來用 也是一樣的 因為臨床試驗有些人認為是有效 有些人不一樣 也是一樣的 我們用一些化痰的藥物 有些國外說下降了四成 巴西的運動跟國家也進化說 根本就沒有 也是用化痰藥 也是沒有效果 也就是說 病毒剛出來這兩三年 很多的老藥新用 小藥大用 都還在陸陸續續觀察當中 沒有一個結論 所以這部分就是要等時間 日後結尋更多的討論 才會有效 開放口服藥會擔心副作用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台灣很喜歡看病 看了不只是一個醫生 不是一個診所 然後還不用請 他自己去看病 女兒子女沒有帶他去看病 又是另外一大堆藥物 所以有些藥物是不明顯的 所以把這些藥物一個一個個 因為我們的抗病毒藥物 最重要的降輩率藥物 對於那好多種的藥物 都是副作用 刺下去可能副作用還更大 反正沒有救他的命 所以就很擔心 所謂的用藥安全 是每位專業人員都比較在乎的 而且是要把守的很好的 所以一般民眾 你看不懂藥單 你把那個藥單 最近這一個月你吃了 這個禮拜你吃了哪個藥單 不管是中藥、西藥 要很誠實的 拍給醫生看 或是寫給醫生看 吃了哪些藥物 這樣子我們才來對一對 這個是屬於什麼成分 這個有沒有交互作用 所以嚴格把關 民眾也許不懂得什麼藥物 跟什麼有交互作用 但是交給專業人員 醫療人員 醫藥人員 其實我們都知道怎麼去保護你們 但是最怕的 最擔心是你們自我藏起來 或是說不告訴我們 你有在吃什麼藥 這部分其實是非常擔憂的 因為為了要得到抗病毒藥物 所以這種形態 然後就沒有告知 真實的藥物是在用什麼 其實對自己是傷害 對身體是危險 對community更加危險 因為可能是得不償實 所以一般民眾要注意 一定要把這些藥單清單列好 誠實告知 至於什麼使用藥物 交給專業人員 而不是交給你自己 記得不要隱藏期待